不可思议,真的太不可思议了,小伙伴们,尼语儿她居然消失了,就是这个前两天刚上架的新皮肤,她居然神秘消失,在评论区中打出123,你将会看到她的下一次上线时间。 众所周知,尼语儿她在花小楼的下方,小伙伴们你们有没有发现,她头顶是昭露繁花和花小楼? 而经过我和学姐长达三天三夜的研究,我们发现尼语儿的消失和花小楼有直接关系,小伙伴们有没有发现花小楼非常的伤心,因为她只有一个人。 自从她成为了启蒙星第一idol以后,她就更加孤独,她急需要一个朋友。 你们看,在启蒙星的后方是不是有一个桌子,这个桌子刚好可以坐两个人。 而在花小楼的简介中,我们也可以看到,之前是有哥哥的陪伴,现在她的哥哥沦位天涯,不知人在何方。 并且我们从尼语儿的装扮中也可以看到,她穿的衣服和花小楼是同一种款式,并且尼语儿她是一个喜欢做衣服和扇子的姑娘, 看来她是一个裁缝,所以小伙伴们我们猜测,女语儿应该是和花小楼一起去了启蒙星,成为了花小楼的御用裁缝,所以她消失了。